比特币挖矿难度又上调了 向下试探就是骗炮 短期行情不值一提 大幅回调就是上车的机会 2023年稳定币的市场将重新洗牌 USDT为何能屹立不倒 稳坐稳定币的头把交易呢 比特币现货ETF能不能问世 灰度的GBTC官司可是关键 老生常谈可能未必 美国财政部首发DeFi风险 透露了哪些监管重点呢 虚拟房产交易退潮 林俊杰浮亏91% 用加密货币重新账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钱 4月10号星期一 B联合在 我是Michael 还在新加坡 我们来看数据 美国劳工统计就业局发布的报告显示 3月份非农就业岗位增加了236000个 失业率是3.5% 所以经济学家预测说 这个数据将会导致再次新增工作岗位 239000个 以及3.6%的失业率 所以现在为止市场的目光 都转向5月2号到3号 召开的下一次的FOMC的会议 在发布就业数据的时候 比特币是出现了一个短时的波动 跌了大概0.5% 最高的时候是27980美元 但我们看今天价格又再次突破了28000 比特币的挖矿难度 再次正向调整了2%以上 这是今年的8次调整当中的第6次正向的调整 其中只有两次是向下调整的 由于持续增长的哈希率 目前的挖矿难度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现在是340t每秒 按照我们之前的短线策略 如果现在价格回草26000到27000之间 依然是一个很好的短线的加仓的机会 如果按照中长趋势来看 短期这一轮的推升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点 什么时候达到高点 如果你没有抓到18000到28000的这一波涨幅 未来我们还可以抓住哪一段 那么未来回撤的点位大概是什么时候 我们已经发布在今天早上8点以后 周盘结束后的会员专属周评当中 我们已经就减半之前的大概的大盘走势 做出了一个我们频道的预测 希望能够对会员朋友们的投资有所帮助 那么现在来看从链上数据的走势来看 交易量现在都非常的小 代表了一定量的回撤的一个情绪 所以链上减吃的大户往往会选择左侧建仓 所以如果价格下跌 短线长线都可以囤一点 好我们来看新闻 我们来关注一下稳定币 今年一季度稳定币市场可以说是非常动荡的 对吧 监管的压力之下 BUST是停止了发行 USDC险些脱毛 那么倒是市场排名第一的USDT一直是屹立不倒的 虽然说一直以来USDT的发行商TED 因为它的资产负债表不够透明 而饱受市场的诟病 许多人质疑说TEDF公司并没有足够的储备金 来培持1比1的稳定币的锚定 在我看来呢 它能有70%就算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水准了 对吧 所以说每当区块链发生黑天鹅事件的时候呢 USDT总是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炒作 但是尽管TEDF不再公开自己的账本和他的负债表 遭受到了数十次的质疑和打击 可是不可否认的是 现在USDT依旧是区块链市场规模最大的稳定币 近日TEDF首席技术官Polo Adreno表示 TEDF在2023年的第一季度盈利超过了7亿美元 根据数据显示 USDT目前已超过800亿美元的总市值排名第一 USDC在经历了脱毛的生死一线之后 总市值两周内划水100亿美元 目前已超320亿美元排名第二 BUSD已超过70亿美元排名第三 DAI和DUSD紧跟其后 位列第四和第五 其实在我看来 USDT能够坚挺这么多年 主要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 现在持有USDT的大户都是做市商 做市商手里掌握了至少20%30%的市场份额 所以要让他们同时抛售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交易所 现在大部分的交易对都是USDT对相应的数字资产 所以它的交易深度和广度 它的应用场景是毫无疑问最大的 再有一个就是 现在USDT尽管我们怀疑它不足以兑付 可是只要不发生挤兑事件 只要他的公司还能有短线上面的盈利 他的资产变现能力够强 我相信这个窟窿是可以很快的赌上的 现在来看USDT要想爆雷 它的门槛非常高 所以短期来看虽然它有风险 但依然是现在最稳定的稳定比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去年6月份 是要保护消费者免受欺诈和操控市场行为为由 否决了灰度申请的 把GBTC转化为比特币现货ETF的申请 当然理由是保护消费者对吧 可是灰度的消费者不干了 我也是消费者 如果你通过的话 我瞬间就可以赚到45%的负益价 你这哪是保护消费者呢 对吧 你有没有操控市场的嫌疑呢 所以灰度就把SEC给告了 大家看到这场官司 在3月7号的哥伦比亚特区法院 进行了首次的法庭辩论 在开庭之前大家知道吗 大家认为说灰度的胜算不高 市场并不看好 可是在这次法庭辩论之后 灰度的胜率市场认为说 从40%提高到了70% 在推特上拥有3万人追踪的 加密货币KOL Andrew 今日发推表示 如果灰度胜诉 比特币现货ETF 渴望将在明年问世 天桥资本创办人 Ensenis Garamuchy对此表示赞同 他认为SEC专断和反复无常 并指事实和法律都站在灰度这一边 从这场官司当中 大家有没有琢磨出什么味道 当然很多人看的是市场面 现货ETF通过之后 市场增量资金会增加 投资人可以减小 投资比特币的难度 这当然是利好 可是在我看来 这给大家最大的一个提示 就是在一个不是官僚主义本位的国家 如果政府出台一个政策损害了部分人的利益 这部分人可以联合起来把政府告上法庭 也就是说他总有一个可以讨回公报 可以讲道理 可以把事情摆在明面上 大家来辩论一下谁利谁弊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和过程 也就是说当政府出台一个错误的 或者说有弊端的政策的时候 它有一个纠错机制 也就意味着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让大家都可以活下去 大家都活得不是很自在 这才是互相制衡 可以往良性发展的一个机制 你觉得呢 美国财政部首发DeFi评估 DeFi市场是否存在潜在的机遇呢 林俊杰虚拟地场亏上热搜 三块元宇宙土地价值1万块 美国财政部呢 近日公布了第一份 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 针对DeFi的一个 非法金融的风险评价 首先他的这个报告呢 就非常的有意思 标题就定义了 它叫非法金融 40多月的报告呢 它评价了DeFi服务的相关的风险 主要是讲风险啊 并且提到了当前非法使用DeFi 所做出的犯罪行为 我们来看一下犯罪行为对我哪些 该评价评估的主要目的是 确定问题范围 这份报告承认 非法活动是DeFi领域 整体活动的一个子集 目前DeFi领域仍然是 整个虚拟资产生态系统的 一小部分 此外 该评价还包括了 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 以减轻与DeFi服务相关的 非法金融风险的建议 这些建议包括 加强美国反省前考虑为私营部门提供关于DeFi服务额外执导 评价增强措施 以解决与DeFi服务相关的任何监管漏洞 Basically, decentralized finance and crypto in general she said she's interested and intrigued by it but that it has been used in a number of list activities pointing to, for example, North Korea's use of crypto to well, build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so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will be publishing a risk assessment on DeFi soon she did not give a timeline and a readout from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did not provide, you know, much more detail but clearly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e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which, you know, if you may recall has already sanctioned companies and entities for using crypto for illicit purposes like North Korea DeFi 这个不需要任何人审核的智能合约 通过一串代码 就可以让所有人公平自由地 来参与抵押等等这样一些金融活动 虽然他现在还很智能 他就像一个大型的当铺一样 可是他已经带来了金融的创新不是吗 而且还引领了上一轮的牛市 对不对 所以DeFi这个去中心化的世界 这个公平的金融世界 它是实实在在的抢了传统金融的饭碗的 所以所有的华尔街的机构 或者说政府监管的老爷们 一定会人人得而诸之 但是DeFi的发展也是不可逆的 就像你把它定义为非法金融也好 你把它定义为杠杆也好 把它定义为洗钱胜地也好 都不改变它的进步意义 就像比特币一样 你把它定义为风险资产也好 定义为抗通胀的工具也好 定义为数字环境也好 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来了 而且这个趋势不可逆转了 在币圈当中 它的热点应该说是三个月一环 顶多半年 你看从最初的DeFi到Web3到元宇宙 现在大家嗨什么 嗨AI对吧 只要和AI相关的 您看那阅读量 那个热度 蹭蹭蹭的往上涨 但没办法 咱们就是守住我们这一亩三分地 我们聚焦的就是我们这一亩三分天 我们的价值也在于说我们从不失交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上一轮的热度当中 元宇宙的热潮 虚拟地产 不少明星都参与了 对吗 商业大佬们也入局了 对吧 最有人注目的就是在21年的前年的11月 林俊杰在Decentraland买入了三块虚拟的房地产 当时的价格是炒上的新闻 不过随着元宇宙炒房热退烧 林俊杰也亏上了热搜 根据元宇宙土地分析平台 WebMeta显示 全球最大的元宇宙土地销售平台 Decentraland 虚拟土地的成交价 已从2022年高峰时的45美元 跌到了5美元 下跌幅度高达近90% 而林俊杰以12.3万美元 在Decentraland购买的三块元宇宙土地 目前价值1万元左右 总计浮亏91% 林俊杰也因此登上了新浪微博热搜榜第二的位置 大家看短短一年的时间 两大宇宙级的房地产的交易平台 就虚拟地产的交易平台 活跃用户数是天上地下大跳水 大家知道曾经最高点的时候 Decentraland平台的全球每日的活跃用户数 在1200人以上 那sandbox它的顺务高一些 8800人 那也不高是吧 但是目前这两家平台的活跃用户 平均加起来100个人 是不是有一种当年是偶像 现在是过气明星的感觉 其实在现实世界当中 房地产土地之所以有价值 是因为全球土地的总量是有限的 买一块就少一块 而元宇宙当中这种稀缺性 我觉得是不存在的 从底层逻辑上来说 元宇宙平台上面的虚拟地产 本质上就是一个NFT 它没有任何的使用的价值 对吧 所以很多专家分析说 元宇宙的土地之所以会上涨 是因为它的稀缺性 个人审美偏好 什么身份象征 社会价值等等 有道理吗 有道理 但是我不认同 说句大实话 99.99%的人参与NFT交易 买什么虚拟地产 买什么象征啊什么 其实看重的是什么 生殖回报 也就是你不拉盘 没有上涨的空间 谁跟你玩对吗 好 来看今天的B川大事件 最新数据显示 以太坊Layer2网络 StarkNet 桥接用户量 已突破30万 目前达到30万6424个 桥接存储总价值 为40万1249ETH 萨尔瓦多已在美国 德克萨斯州开设第二个 比特币大使馆 除了向公众宣传比特币外 大使馆相关项用 仍在确定中 多位数据显示 比特币NFT协议Ordinous 累计名文NFT铸造量 已突破100万枚 目前达到100万7163枚 当前累计费用 收入达168.2727枚BTC 约合471万2064.02美元 多链Defi平台Ribic 宣布已集成ZkSyncEra 用户现在可以享受 闪电般的交易速度 和显著降低的费用 从而使其平台 使用起来更容易 更实惠 总部位于瑞士苏黎市的 金融银行Incorbank 宣布将向客户提供 以太坊质押服务 该行表示 使用起以太坊质押服务的客户 必须完全符合了解你的客户 和反洗钱合规要求 好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我们每天 对于币圈链圈矿圈新闻的梳理 对于您了解这个新兴的 投资市场有帮助的话 请给我们点个赞 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的认同 也欢迎成为我的会员 支持我们把频道 打造得更加专业 会员有什么特权 在这里头可以看到所有的权益 我们希望和你一起挺过熊市 力气慢慢变有钱 明天见